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EY学堂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国际发水楼 发水楼在香港大家听得多了 但是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外国的一些发水楼的实例 有些甚至可以杀死人的 先讲香港的发水楼 唐楼的发水,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以前 也有做过导赏,大家可能也有跟过或者听过 香港的发展商将规划条例 建筑物条例和地契条款 可以说是发挥到临尼尽致 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发水楼 将所有可以用尽的 地职比率都发尽 所以这里有三个实例 包括1960年代以前 唐楼的临街大骑楼 大家就会在旧区看到 他们的大骑楼都是发水发出来的 另外 第二项经典的就是1980年代 开始流行的大窗台 大到可以 笨上去做床 或者做衣柜 近年也有一种 叫做环保露台 这些都是香港的发水奇迹 大家对这些都应该以熟能长 加传户晓了 所以今天就不讲香港的发水实例了 今天反而想讲一下 发水楼其实并不是香港独有的 外国也有不同类型的发水楼 这一集跟大家讲一下有关地下室的个案 其中更加有造成灾难的个案 第一项先跟大家讲一下 南韩的半地下室 我们去年10月 趁世界城市日 我们主办了一场关于无窗房屋的研讨会 Window Nets Homes 当然有来到香港的劏房 同时我们也邀请了南韩的汉阳大学建筑系 Ming Chun Meng教授 发表了题为首尔的半地下室住宅的演讲 大家不知道当日有没有参与了 这个讨论就为我们带出了很多 深入了解南韩的半地下室的历史 以至到最近的状况 原来南韩的半地下室 大部分都是发水出来的 韩文就称之为伴之下 半地下室 也有一段历史的故事 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这件事 今天就变成悲剧了 因为在2022年的8月9日 一场暴雨之后 就造成 南韩小的半地下室出现水浸 其中有一家就发现三人死亡 就成为发水楼杀死人的个案 南韩政府也随后宣布 将会逐步取缔半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 在这张照片很清楚 其实这个就是路面 这个地面 这个地面 差不多是平地面的水平 竟然是开窗 让水流入半地下室 所以造成严重的水浸 当然南韩的半地下室 成为世界知名 就不是因为这场致命的水灾 而是一套由2019年 拿奖的南韩电影《Palazite》 中文有些翻译叫做寄生上流 可能大家都有看过 没看过 也可以在YouTube 看看一些精彩的片段 内容就是 讲述一家贫困的家庭 住在半地下室 随后一路向上流动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引起全球很多人 对于贫穷家庭的居住环境的共鸣 虽然近年南韩其实在半地下室的数量上高 已经有明显的逐步减少了 但是至今仍然有超过20万间的半地下室 是占整体房屋的数量约5%左右 绝大部分都是位于首尔的 正正因为首尔的楼价和租金都是非常昂贵的 我们上一集刚刚有讲过 关于首尔的楼价不能负担问题 未看的朋友可以看上一集的介绍 半地下室 其实在首尔已经成为低收入家庭 其中一项可以负担的房屋选项 情况其实有点像香港的劏房 事实上南韩其实根据教授明介绍 其实近年都开始发展大量的劏房 因为半地下室逐步取缔 慢慢就高层的宅宅出现 所以现时都看到有劏房的现象 而半地下室正正是因为它的租金 比起地面上高的房屋的租金便宜很多 这里其中有一个数据就是 半地下室的平均租金 就约望是769,000韩环 比起地上室的租金便宜了 差不多10-20万韩环 也挺厉害的 7分1到3分1的了 所以南韩的租务市场 半地下室也是非常轻旺 加上上一集有介绍 南韩有一些租药 是用全势的方式 里面就需要缴付大笔的按金 做租金的 而半地下室的按金租金 就只需要地上室的药膜43% 即是一半都不用 所以就变得 较为可负担 也解释了为什么吸引 那么多较低收入的人士 在首尔可以租住 回顾一段半地下室的发水历史 1970年南韩为了备战 因为当时南北韩 是有韩战的爆发 南韩政府就修订建筑条例 规定所有低层的住宅建筑 都必须要加建一个地下的防空档 防空室 起初这些地下室是规定不准租住的 所以最初租住半地下室 其实就不是发水楼 而是违规改变用途 但是去到1980年代 随着房屋极度短缺 又缺乏土地供应来增加房屋 所以政府就把半地下室的租住 合法化了 从此半地下室就变成发水楼 业主无端多了一层可以租住的房屋 愿意租住的租客就多的事 所以就出现大量可以出租的半地下室 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参考BBC的一篇报道 PALASITE THE REAL PEOPLE LIVING IN SOUL'S BASEMENT APARTMENT 也有简单介绍半地下室的历史 所谓半地下室其实就是这些地下楼层 有半层高楼底 大部分都是在地面以下的 但是有几只气枪在高位置 给大家看第一幅照片 大家看到刚刚在地下以下的半层 但刚刚地地面上高层就有一个气枪 很多时候这个设计变成 这个气窗是本来用来通风的 但是因为其实它就平了地面的水平 所以一落大雨 那水如果去不及 就会湧入半地下室 造成半地下室的严重水浸 所以根本就不是太适宜住人的 1990年代开始 随着高层建筑物的增加 就比较快速可以增加房屋供应 半地下室 其实已经自1990年代开始 就不再流行 地下那层多数改为做停车的车库 经过这次事件 其实南韩政府也宣布了 就不再批出新的半地下室 并且会逐步淘汰半地下室 那是不是亚洲人才流行发水呢? 不是的 加拿大的温哥华 也有一种特色的发水楼 叫做温哥华特色 这张照片 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叫做温哥华特色 叫做温哥华特色楼 加拿大温哥华的发水地下室 就是有一段很有趣的历史故事 这幅图的楼宇 就是声称叫做一层高的建筑物 因为底层这个楼层有部分是落了地底的 所以下面那层就不计造建筑物的层数 这个只是当作地下室的 也不计入发展的楼面面积限制内 所以是一种典型的发水楼 就是足足发水差不多一倍 一间单栋屋 就变成由一层变成两层 要么就可以把楼下那层租 租给其他住户赚取租金 可以赚取租金的话 就可以继续按揭申请人的收入 就变成了即使人工低些 都能够申请较高的按揭 而且它的设计是非常聪明的 大家看看整个地下室 是几乎在地面的 只有很少在地底 这个比南韩的半地下室 又聪明得多 起码水浸就不会直接在窗里涌进去 起码有差不多半米 而且进去屋里的人也能够站直 真的可以当足一层的住宅 事实上是凹了少许地底 这种是非常取巧的地下室设计 而图籍现在都非常标准化了 就差不多全部的温高华特色 都是这样设计 就变成了几乎可以肯定 一定会获得批准了 这种被称为温高华特色 于是乎就变成大行其道的房屋了 但是凡是有一种设计 千篇一律标准化 就会非常呆眼 所以曾经被称为怪物屋 这种有异于建造 现时已经有超过一万间的 温高华特色屋 小的建筑商也设计 千篇一律的设计 是可以在市政厅附近 约摸一百美元 就可以买到图籍 接着市政府的工作人员 三天之内就可以批准 这份标准化的设计 发展商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就建好一栋屋了 所以标准化的尺寸和建造方法 就意味着可以批量的 买钉、买地毯 全部都已经买好了 发展商、建筑商 一收到订单 就立刻可以进场开工 随时都可以找到 具备这种标准建造技能的工人 大量生产、流水作业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建筑商开发了更具成本效益的建造方法 所以在城市周围 不停地复制这种温哥华特色 大约到1980年代中期 终于温哥华市 颁布规模限制的修正案 从此标注着温哥华特色建筑时代的建筑 这个资料就引述着 这个梦就是Crystal Magazine 这张照片就是温哥华特色的标准设计 但是里面就牵涉到究竟是发水还是违规 这个很复杂 希望如果有加拿大温哥华的网友 可以给一些法律意见 因为如果据这个媒体的介绍 其实温哥华特色 如果将下层出租 其实是违法的 因为据说 业主其实在建这个温哥华特色的时候 是签署了不可以将地下层出租的声明 但是市场上高就大多数都在获批之后 就用作出租之用 申请按揭的时候 又将下层的收租的租金 作为申请按揭人的收入 所以很奇怪 如果你说是违法的 就没理由银行会接受这个收入 作为按揭申请 而且这么大规模的违法 也没理由不执法 所以这里留下加拿大的网友 给一些法律的意见 好,今天的法水过案就到这里 拜拜